各位觀眾你們好 世界巡迴賽在如訓而遲到歐洲賽區 第一站在巴塞龍拿舉行的 二來一九西班牙大師賽 接下來就用九十秒時間 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項超級三百賽事 上屆南丹冠軍讚機賽前退出 不過丹麥隊仍然有很大的奪標機會 因為這次有另外幾位丹麥球手 是賽事的種子球手 當中包括世界排名第一的艾素臣 和上一站印尼大師賽的冠軍 安達斯安東神 再加上2017年歐洲錦標賽冠軍 英格蘭的奧斯夫 她倒是八號種子 這次絕對是歐洲球手大對決 而男雙項目 這次可能是丹麥球手的世界 世界排名第六的 艾道斯和安達斯拉斯 是這次的一號種子 經驗豐富的寶爾和摩根神 就以三號種子身分 出戰他們今季第一站比賽 奧運同排得主 英格蘭的伊利斯和蘭烈治 都有相當的競爭力 另外伊利斯繼續會和史美芙 拍檔出戰運雙項目 這批上屆的亞軍球手 當然希望今次可以成為冠軍 丹麥的基斯丹臣和柏達臣 就是今次的一號種子 他們的新球櫃也是以金站展開 也有機會開個好頭 和當道維合作多年的 莉莉安娜正式退役 當道維首次和簡道拍檔 打世界巡迴賽 是今次的五號種子 2月24日 完成在巴塞隆那舉行的 西班牙大師賽之後 緊接著舉行的是 德國公開賽 全世界排名第一的科斯特 53年前第一次接觸羊毛球 到現在 他對羊毛球的熱情 一直沒有減退過 34歲掛牌之後 科斯特在丹麥和馬來西亞 教球 有時還會做羊毛球賽的評述員 他最近被委任為 印度班加羅爾 一間羊毛球學校的顧問 這次我們的節目 很榮幸可以到丹麥 了解一下科斯特的過去和現在 和大家介紹一下自己的世界羊毛球集中 世間羊毛球集中 他是一位地區保留的 科斯特的過去和大家介紹一下自己 他會帶我們去見幾位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會告訴我們 在這個小鎮裡成長的科斯特 如何成為世界第一的羽毛球手 不過現在要先找他的弟弟贊斯 希望大家有愉快的一天 這位是科斯特的弟弟贊斯 見面當然要先打招呼 科斯特說尼克斌這裡 就是他和弟弟贊斯成長的地方 他們都在這個城市出生 科斯特生活了超過20年 在他們後面就是他們以前住的地方 這間鞋店和男士用品店 就是他們的父母經營 當時一家以前就是住在樓上 這裡就是他們出生和成長的地方 出生後 科斯特在這裡住了二十多年後 就搬走了 而弟弟贊斯在這裡住了五十多年 以後也會一直在這裡生活 他一直留在這裡 對…五十多年 贊斯說他從來都沒有想過 會離開這一區 科斯特也說是 弟弟沒有走過 科斯特搬走了之後 這裡有點不同了 科斯特也同意 這裡變了很多 贊斯說他們家裡的店 就是開在大街上 1896年已經開業了 由贊斯管理的時候 已經是第五代 不過贊斯在2011年 就沒有再經營下去 賣了給人 但這裡仍然都是一間鞋店 好 科斯特記得自己小時候 不是很喜歡在店裡幫忙 特別是夏天 要用一些布鞋 或者各式各樣的東西 填滿鞋架 不過贊斯就很喜歡 他們的興趣很不同 總之他們都是由早上到晚 在鞋店 科斯特說自己想賺多些錢 所以不喜歡都會留在這裡做暑期工 其實科斯特想起都有點害怕 因為他們父母很早就已經過世 媽媽在1981年 48歲的時候離世 而爸爸離開的時候 在1994年 當時60歲 科斯特說父母都不太長命 他希望自己和贊斯可以長命些 還有時不時可以在老家這裡聚一下 珍斯說自己都很生氣科斯特 因為防他球類運動都贏不到科斯特 他記得比數最接近那一次 就是自己七歲 而哥哥九歲那一次 不過就不是打羽毛球 科斯特記得是乒乓球 珍斯說是真的乒乓球 因為他們家以前有一間房 就放了一張乒乓球桌 他們經常都會在那裡比賽 而爸爸媽媽就在門口看著他們 那次珍斯真的慘到哭 最後那三球球 科斯特不斷給壓力他 結果珍斯真的輸了 這次是珍斯唯一一次 有機會打球贏到科斯特 珍斯說他會等的 等到科斯特90歲的時候 自己還是88歲 到時科斯特對腳應該都不太走得動 那麼自己就可以贏了 科斯特和珍斯都說他有機會贏 因為自己之前做過寬關節的手術 相信未來三十年應該都不會有 有什麼健康的問題 這裡就是尼克賓羽毛球會 和科斯特的家裡只有三百米 他就在這裡過他的童年了 科斯特在七、八歲的時候 加入這個球會 開始打球 因為他在球會的時間 比在家裡更多 父母曾經說過 科斯特應該搬到床去球會 他在這裡有很多好朋友 其中一個就是巴斯道 他們小時候就整天一起打球 科斯特和巴斯道都很久沒見 所以他們都很開心 大家又回到這個球場 科斯特問巴斯道 記不記得53年前他們說過些什麼 巴斯道說在53年前 他們兩個第一次走進來這裡 當時是1965年 他們開始在這裡打球 大概打了10還是11年 直至到科斯特離開了這裡 去了金塔夫特為止 科斯特記得離開家鄉的時候 大約是1965年 大約是15、16歲 科斯特說不如去喝杯咖啡 最後一口吧 這裡就是一間較舊的咖啡 不過現在設備就一點都不夠了 巴斯道說以前和科斯特 經常都在這裡喝東西聊天 他們兩個不打球的時候 都會在這裡玩遊戲 科斯特記得和巴斯道會捉獎棋 跳棋和直棋 通常會有10至15個人一起玩 這裡其實和青年中心差不多 他們放學就會來這裡玩一腳下咒 他們先找個位置坐下 原來巴斯道準備了很多照片 給科斯特一起重溫 巴斯道帶了一些長胸 還有一些剪貼寶 讓科斯特看看以前發生過什麼事 科斯特說已經忘記了 巴斯道找到他們以前在鎮上 打錦標賽的照片 當時應該是1970年 最有趣的是 當天的冠軍是巴斯道 而科斯特只是亞軍 科斯特說那時候真的是這樣 巴斯道經常都贏 不過科斯特記得 小朋友的比賽只是打11分 因為科斯特最初六年經常都輸 還要是三局0比11 所以他記得很清楚 當然還有雜誌 科斯特說他也有些印象 巴斯道說這些雜誌 每年會出四本 每本雜誌都會回顧他們的錦標賽成績 所以每個球員都可以看一些紀錄 去了解一下自己全年的進度 巴斯道還找到一本1980年 丹麥錦標賽和全英錦標賽的場刊 巴斯道說在80年 他和一群朋友去看全英賽 支持科斯特 當時是搭巴士去倫敦的 當時是在溫布萊的室內體育館舉行比賽 那天是準決賽 全車有40人 全部都是支持科斯特的 科斯特也記得準決賽 不過他輸了 科斯特說當年 他是輸了給印尼的臨水鏡 之後在決賽 印度的帕加殊就贏了臨水鏡 六個月之後 帕加殊在十二月去了丹麥 科斯特覺得那段時間 可以跟帕加殊練球 對自己有很大的幫助 其實他幫了科斯特最初的十年 帕加殊只是接力 只是幫了他五年 科斯特說他也說得對 科斯特說他不會錯的 謝謝